先讲高雄好了 高雄其实这件事他染疫 陈时中应该要很诚实地讲 他的基因序列是不是跟恩主公 那个一模一样 他的感染源就在恩主公 不能够说恩主公的一个疏失 或者某一方面的缺失 你按照过去的规定 恩主公这样子处理了 你是硬架在恩主公身上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这个人他有没有筛检 他是拒绝筛检 好拒绝筛检 他是开完刀大概 我们帮他算了一下 是19天还是20天以后染疫的 那事实上风险最高的时候 按照道理应该是在他开刀的时候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是开刀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染疫的话 那恩主公不处理 那当然那我不是在帮恩主公讲话 恩主公那当然是要 当然是要接受陈其脉的指教 但是他开刀整个过程没有问题 而是回来复诊的问题 好那你陈其脉你就必须你要说清楚 这个19天以后到他发病期 各位去推算一下 如果我按照最严格陈时中的说法的话 是14天嘛 3加11等于14天嘛 好那这14天以内 这个人究竟在 他的旅游史到底那是怎么样 移动史嘛 对啊移动史 就是他的旅游史 你要不要公布一下他的足迹 是在什么地方染 还有今天柯文哲他讲到一个重点 他说三个 第一个居住地 第二个是工作地 还有第三个就是上下班 上下班 他讲到这三个 但是陈时中只管居住地吧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那工作地他管不管 不管嘛 待会那我讲 整个滨江街的一号楼 二号楼的一些故事 那我待会讲 那我待会讲 因为我的朋友都有传给我 我们从柯文哲这样子 去骂陈时中的时候 或者反驳那个谁 陈其脉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觉 陈时中跟陈其脉不讲话 他们都选择性回应 他们选择性回应 因为他要棒打猴友谊 棒打猴友谊 这绝对是一个政治操作嘛 各位再到网路上面看看 1450开始出征了 讲到猴友谊多么差多么差 然后呢 现在除了台北以外 那你双北就是像苗议员讲的 你绑架双北 然后你残害台湾人民嘛 他主要的目的 因为这两个地方 不是民进党执政嘛 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为什么陈时中他要主动回应 因为各位有没有发现 陈时中极有可能 极有可能啊 那我讲极有可能是新北市长的候选人之一 他不是要选台北 台北极有可能 因为这次疫情 极有可能是由郑文燦 其实有号客这个说法我有听说 本来陈时中 陈时中 其实民进党最早啦 我就倒听途说 本来是希望陈时中选新北 但陈时中想要选台北 他自己主观音乐想选台北 好 其实本来是这样的说 好 那我现在我就报个料好了 为什么陈时中他要选台北 因为台北现在的新人啊 那我所谓的新人 就是柯文哲他两年任满 那无论国民党 无论民众党都是新人出来 他就认为他的希望很高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觉得他的防疫表现 他就极力表现 在整个防疫过程当中 他极力表现 因为我的手机里面 都有他们跟我讲 什么时候开会啊 如何如何 好 那就蔡英文他来说的话 他希望郑文燦的爆发力 因为郑文燦是几经选局 那这个人如果从桃园 到了台北的话 那各位看看 你国民党也好 那你民众党也好 怎么面对这种现象 当然这个只是 他们现在正在布局 正在布局 最后结局不一定是这样子 对 结局不一定是这样 各位再仔细看一个动作 为什么郑文燦一直提拔谁 跟蔡英文私交很好的 林志坚到桃园来写 本来是要提拔他发现 因为他根据迪拜托 就是这样 刘备他儿子 这个就是蔡英文 他的幕僚 包含谁 独派大佬施正峰 他也那个知道这个问题 施正峰 因为我跟他交换过意见 他是讲用郑文燦 做一个领头羊 我无论拿到台北 我无论拿到新北 这个是民进党将近 二十多年没有执政的地方 那现在呢我把他拿了下来 对党主席蔡英文来讲 他的耻辱就是2018的耻辱 就通通没有了嘛 所以蔡英文是要布这个局 那虽然苏贞昌不管怎么样 他非常讨厌谁 非常讨厌陈时中 但是在蔡英文就是支持他 那蔡英文就是希望用疫情 他来带动整个的政治的运作 那这种政治运作的话 他必须要有攻击手 那攻击手那是谁 一个就是陈其脉 还有一个大家通通都忘掉的一个人 不是黄伟哲 翁商良 他们两个未来会担任民进党的攻击手 黄伟哲都是被攻击的啦 嗨 伟哲宝宝 就是众叛亲礼的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讲 就是说陈时中 那我最近那我发现 他对新北的问题 你看他对那个台北的问题 你表达意见的不多 反而他对新北的 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他们认为是说 如果陈时中碰侯友谊 我只要巩固基本盘就好了 我主要的目的我要拿回台北市 这个是蔡英文他主要的目标 所以呢各位可以去看 无论是陈时中 无论是苏贞昌 无论是陈其脉 为什么要炮打侯友谊 炮打侯友谊叫双杀 为什么 就叫抢新北嘛 除了抢新北就断了国民党 未来的政治明星这条路 对了对了 这个是民进党的最高战略 所以我们现在都可以知道 他们为什么把炮火 一直弄向侯友谊 纵然有些事跟侯友谊无关的 他为什么他都要弄到侯友谊 最近一个新闻就引起我的注意 明明是冰江果菜市场的问题 结果他们说 他们跑到新北市都染疫 对不对 然后就那个什么拼命写 拼命写 有两家报纸一直在批评侯友谊 然后在网路上带舆论风向 那很多不是事实的时候 我想请问陈时中 不是事实像蔡英文有没有打那个疫苗 那你马上澄清了 那你马上你就澄清了 那为什么对侯友谊讲的这些都不是事实的时候 你一句话都不讲 那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到了今天蔡英文她还在政治操作 你想想看 好 我们这些疫苗 新北人口应该是最多吧 对 可是从它比例上面你来算呢 就刚刚那你讲 对对对 是不是怪怪的 台北的人口只不过是 新北的将近三分之二 可是它在比例上是 侯友谊的1.3倍还是1.4倍 那高雄我们不用讲了 高雄我们不用讲了 差不多在1.6倍左右 好 我们从人口的比例算 又从重灾区的比例算 还有从政治操作的手法上面 你来说的话 这个时候民进党应该要帮助 侯友谊渡过难关嘛 那为什么拼命的 从南部就放炮 对不对 搞不好 搞不好还有一件事 像那个秘乳病毒 你搞不好也会再招 我先补充 来来来 欢迎欢迎两位 两位你们聊你们聊 我们先聊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高雄 刚刚友谊兄 点出了好多的关键 我来先补充 佑正你再来补充我 一个县市 因为之前高雄的疫情 是相当的单纯 他是一直家里没有错 因为毕竟这个南北有差距 所以高雄一直家里 绿美你看高雄疫情很好 陈其迈他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逐步解封 当时都有这念头 两万筛音 628解封有望 当时他讲的 对黄伟哲也说一些 这个都正常 但是我是要请问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当一个县市 他出现了确诊案例的时候 市长他应该做什么 应该是赶快疫调嘛 赶快匡列赶快隔离 赶快想办法把这个疫情压下来嘛 可是陈其迈做的是什么 叫别人 叫侯友宜啊 刚有华兄分析侯友宜的 我非常的同意 侯市长我对他也有意见 但是我们就防疫这个事情来讲 你看板桥跟万华 一桥之隔 万华活动史 万华差异馆 就是阿公的嘛 今天新北是全国确诊最多 是侯友宜的问题吗 不是是万华的问题啊 可是你有听过侯友宜骂过万华一句话吗 他有讲过一句 柯文哲说你厉害病毒 糟糕我这边 他有讲过一句话吗 他跟陈其迈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差多了 以前 侯友宜就是他发一个 他以前在万华吃吃喝喝什么的 在那边 这个度过他的年轻的岁数 人家对万华是有感情的 陈其迈的出事就撒个人 你就知道这政治作战 那来关心一下台中的朋友 你看 这个时候给你弄这个 对啊 火烈发烈 这个时候给你弄这个 我相信卢市长一定是觉得很奇怪 疫情正在延烧 你在这个时候去搞台中 去搞中火 我就跟你讲 这个是政治作战的原因 这个是友华兄刚刚点名的 我是友华兄 还没讲之前我就做好了 可见我们是有默契的 你看 这个沙龙罩 摆pose啊 这个是林治坚啊 哎呦我的妈呀 这是干嘛 这个一定 你看就知道 这一定是设备好的嘛 陆叔叔你在太平间一下我一下 我在这个大的场所 我把这个打疫苗 这个准备好 我市长我就要帅帅的坐在这里 哎呦我的妈呀 然后这个是在他的脸书 你看就是 然后大家一听 那个绿媒就哎呀好帅啊 你看另外一张 施打的时候 要跪在这里 哎呦 哎呦 小朋友在这边 妈妈在这边打疫苗嘛 带小朋友来 要跪在这边 这个 那个 欢歌补充一下 你知道吗 好我假设 他市长是蹲在这边 对 市长蹲在这边 浪一点 那你知道摄影师要怎么拍吗 市长的脚在这哦 只能趴着拍 摄影师要这样拍 他只能趴着拍 才能拍出这个角度 摄影师要趴着 这市长的脚 摄影师要这样拍 辛苦啊 高雄市政府的这个 新竹室 新竹室的新文官 又正就像你讲高雄那个 背野头咖 这谁拍的 新竹室 是不是 准不准 新竹室 都是这种啊 这个是最新的六都的这个 好 很抱歉 最后一名是这个又正的朋友 韦哲兄 哎呀 这个 只好掉车尾了 所以 我同意刚刚 尤华兄分析这个六都的状况 但是又正容我发起一个投票 没有问题 来 怀念林北等你的 请你在聊天室打08 没有骂人喔 我们节目已经改了到11点 我们就08到11点 你怀念林北等你的 因为 又正我想 我讲的是一个感觉 你知道吗 对 他不是说真的要跟你打架 或什么跟你呛出 他是说我的那个气魄 你们1450搞我 你国家继续搞我 我没有在跟你投降的 那侯友宜说 约束下面的人 那侯友宜说不要再攻击我 又正依照我们一起走过这个寒流的人 我想到韓市长说 韓市长就站在三重那个舞台上说 你们白等你啦 然后大家就开始在骂 你怎么讲彰话什么 你们白等你是什么彰话 对啊 我想跟你招到你们家什么 就说我有这个气魄 我跟你直求对决 我没有在怕你的 所以我要补充尤华兄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尤华兄说 台北市长 国民党跟民众党 都是新人 不对 我有一个老人 盯手中 盯手中 盯手中你嘛 盯手中买高端 没办法选了啦 他还打AZ 我的老人是这个啦 是林巴 林巴 你如果怀念 你不会等你 就是那个气魄嘛 没有政治 没有什么 没什么输了 所以尤华兄说 国民党一定是新人 我不要 我称赞卢秀燕的一个地方 是因为卢市长 他AIT的处长 去拜访他的时候 卢秀燕当场讲说 我们对莱猪有疑虑 卢秀燕展现的那个 不卑不亢的态度 我非常欣赏 我没跟你回头 我也没跟你抢毒 我就很和缓的跟 丽莹姐讲说 我们对莱猪有疑虑 我是一个妈妈市长 我要照顾我台中的市民 我对莱猪有疑虑 这有什么不对 我问你谁敢讲 谁敢对丽莹姐讲这个 谁敢跟NKIT讲这个 我帮卢秀燕按赞啊 你就是要有这个 那你说 国民党那个要选 选台北市长的 看到美国人他不讲话 你为什么不跟美国人 讲说拎杯蛋里 你如果敢跟美国人 讲拎杯蛋里 我就支持你 你都不敢说啊 你在那边听讯 还等美国人问问题 你们好了 你到底领谁的薪水啊 你为什么看到美国人 卑躬屈膝 看到美国人就跪下来 所以这个是我挺不下去的原因 所以尤雅兄 国民党不一定是新人 说不定是有当过市长经历的人 哎呀呀 他讲的是马英九 郝龙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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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要知道 吴志洋 可是你要知道 现在民进党是拼命在造势 各位好 只是看PTT 但是各位去看其他在角落上的那些网路的言论 是如何帮陈时中造势的 你就可以理解到 因为这次的疫情 你很多人对陈时中都不满 那我直接讲 昆阳 昆阳实验室的 生化界的 还有那些审核高端联雅的 那些部分委员 对陈时中非常非常的不满 那这些生化界的大佬 可以直接跟蔡英文建言的 他们可以直接进出官邸的 可以直达天听的 可以直达天听的 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疫情爆发以来 为什么蔡英文神隐 除了疫苗进来 他就讲一讲话 为什么苏贞昌神隐 对 苏贞昌神隐 我是觉得蛮奇怪的 对不对 为什么苏贞昌神隐 不给你舞台要你表现吗 这个就是说 还是要推给陈时中身上 对 他们就是说 除了推给 那你做得好的话 那你选那个新北嘛 那你做得不好的话 再说 对不对 所以呢 民进党内部 现在是各个派系 各个派系 都在打自己的算盘 万一我这个疫苗政策失败的话 替这羊是谁 什么地方我要怎么布局 但是现在看得出来 郑文燦没有事都往台北跑 没有事他都往台北跑 因为我跟你讲 郑文燦支持的金主 最近要买两家媒体 名字那我保留 那个是对郑文燦非常好的 当然 要买两家媒体 要买两家媒体 我知道一个 真的假的 要买两家媒体 况且这两家媒体 这个是郑文燦的金主 郑文燦的金主 郑文燦的金主是要买 那这个储君的态势 越来越明显 他的储君的态势 因为他是认为 他真的跟赖清德 硬碰硬的话 他未必 因为他的民调 现在完全下降 他未必是赖清德的对手 所以他要转进 他要转进的时候 那他当然 他的金主 买了两家媒体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两家媒体 买了下来 他的目的那是什么 难道烧钱吗 那你告诉我是不是 造势嘛 造势嘛 对啊 有花哥透露出一个讯息 我们也没有什么后疫情时代 没有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疫情刚开始而已 更何况在全世界 已经有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甚至第五波出现了 可是有花哥的话 证明了在民进党心中 没有防疫啊 只有政治 这个我绝对敢讲 没有防疫只有政治 你看看侯友宜看看 看看这个 不是侯友宜 看看陈其邁跟陈时中 是如何配合的天衣无缝 我帮你背书 你尽管摆出 不屑侯友宜的姿态 我们把责任推给他 我想请问 陈其邁 陈时中 这件事情不严重吗 18岁 以下打疫 这件事情很严重啊各位 来 祝我们两个好运 希望打完疫苗隔天 不要死在家里 希望开学什么活着跟大家见面 要不是因为这两篇的贴文 没有人知道在高雄市里头 居然出现了违背AZ母厂规定 违反WHO施打疫苗原则的事情 未满18岁才16岁 居然打了AZ疫苗 各位 我不是说恩主公有一个确诊 导致高雄出现了 几个群聚群聚的这个案例 然后让高雄的嘉陵破功不严重 但你思考一下 他有比较不严重吗 如果今天做了这个事情 高雄两个主力没事情 那会不会有其他家长希望我的小孩也去 反正没事啊 大家有样学样啊 但是你看看 这件事情伤的是高雄市本身 这件事情伤的可能是指挥中心的微信 你看看这两个人的回应 来 陈其迈说 行政疏失了 我们检讨改进 我们承认错误 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呢 这个人 叫陈其中这个 刚刚我说他骂恩主公医院 他是主动回应 主动出击啊 相关规定是这样 这个医院要特别注意 这个相关事情要做好 他是主动 陈其中 这件事情不严重 未成年施打AZ 没出人命是你们的运气 出了人命你怎么交代啊 你不用去警告高雄 你不用去警告全台湾各县市 想做这种事情的 县市政府或是卫生局 甚至其他养护照护长照 或是医院诊所机构 你不用去警告 好像没发生啊 没有记者问 你刚好不用讲 没有记者问 你自己也不讲 这我绝对无法接受 如果你今天你们两位拿出 在检讨恩主公医院 在找侯友宜麻烦的气魄 去面对发生在自己境内的事情 自己辖区的事情 我一定帮你按赞 但你们两个就不要脸啊 一个轻轻放下 一个假装没发生 不要告诉我只是造册疏失啊 来 我这里提出几个疑点 第一个 仰物机构明知未满十八 却造册承报 承报以后都不用核对哦 那你跟 请问一下 你跟好心肝 你跟核心诊所什么不一样 承报上来就打啊 一百个给一百个 两百个给两百个 我想请问一下 那你跟好心肝 跟核心有什么不一样 造册给你卫生局 你全盘接收 他要多少 你给多少 里面还有其他有特权的 我不知道 名册拿出来啊 不就很爱公布好心肝的名单 不就很爱公布核心的名单 来啊 公布这养护机构的名单啊 我看看还有谁啊 你不敢嘛 再来 核对施打疫苗的名册的时候 没有发现 打之前卫生局会再核对一次 照册上来你不知道 我原谅你 施打前再核对 你还没有核对 你还没有核对到 这也太离谱了吧 你是眼睛瞎了 还是被蜡蜡叩掉 好 没关系 我可能你太累 我体谅我们卫生局员工 我原谅你 但是各位来 报道核对健保卡身份证 健保卡身份证拿出来 那个年次九十几年次 你知道你以为是一九九一九九几 不是啊 是民国九十几年啊 你没有一点点sense吗 那个年份一看 哇塞 怎么这么年轻啊 不得了 你这个要重新查一下 十六岁不能打 都没有人发现 现场卫生局的人员 市府的人员 甚至来帮忙的志工 都没有人发现 有两个根本没有成年 只有十六岁的人 要混在一大堆长辈里面去打疫苗 我不相信啊 再来 施打前咨询的医护 旁边陪同的卫生局人员 你也没发现 也许是戴着口罩 也许是这两个同学长得比较操牢 看起来像三四十岁 对不起同学 我没有误入你的意思 我说也许 所以你们这样子 跟他询问咨询 你都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 十六岁的女生 他讲话也许稚嫩 他也许有点紧张 他也许什么都不懂 然后你们去 去咨询的人 都没有发现 我也不相信 再来 注射疫苗的时候 你有机会判定 你看得到他的脸吧 你看得到他脸上充满了 这个北跑跑又迷迷的 胶原蛋白吧 你也没发现 一关 兩关 三关 四关 五关 五个关卡 你都没发现 然后去骂那个 恩主公医院 你没有三次机会 可以逮到这个人 他住院的时候可以逮到 他六月七号回诊也可以逮到 他十四号还十七号回诊第二次 你也可以逮到 三次机会 你都放过 害得高雄 加零破功 这里是三次机会 陳其迈 这里有五次啊 这里有五次啊 快要是那里三次的两倍啊 请问你要怎么惩罚你自己啊 把话说清楚啊 要不然我去跟WHO检举啊 说台湾出这种事情啊 然后我们的主管机关 我们的卫福部 指挥中心 轻轻放下装没事啊 然后我们的县市政府 怡夫告诉你说 怎么样呢 就这样啊 不然呢 我没有疏失嘛 我检讨嘛 我改进嘛 我调查一下嘛 我跟各位打赌啊 如果这件事情 没有其他媒体继续追 你信不信高雄市政府 他就装没事了 他明天也不会再讲了 陳其中也不会再提了 这一件违反 我再说一次 违反AZ 疫苗生产母厂的事情 这一件违反WHO 规定的事情 就这么静静待过了 来 博恩哥 柚政这个 整个陳其迈 当然他去接这个高雄市长 当然也就是因为去年 韩国瑜被罢免 那当然他的这个压力是有的 因为他的前一手 所以我为什么推荐那个08 去选台北市长 因为台北市长做得不好嘛 当你的前任做得不好的时候 你去接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表现 因为是可以比较的嘛 那陈其迈的前任是韩国瑜 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拿来 跟韩国瑜标 那这个对陈其迈是个压力嘛 刚刚讲说这些新闻 为什么在高雄会压不大 这个如果 刚刚又在你讲说高雄突的这些状况 如果市长是韩国瑜 那韩国瑜已经下台了 不得了 已经被骂下台了 残害国家幼苗 这个实在是这个非常的低 不应该犯的错 我们不是说 要去找陈其迈的麻烦 而是我们将心比心 刚刚我们前面讲说 那个恩主公医院 我们知道他三峡 新北市那三峡 如果今天这个所谓的 他怀疑的这个院内的感染 这个如果是在桃园 他会这样子吗 如果在新竹他会动手吗 不会嘛 那一看 我讲一下这个蔡总统的脸书 蔡总统今天发了一个脸书 他今天有发 贴了一个香港的这个 一个海景这样子 挺像 因为苹果日报要关门 香港苹果日报要关门 那蔡总统脸书又写 他说这个自由的台湾 称香港的自由 还是那个文青 又来又来又来 文青的调调 我真的是不太懂 因为2019的反送中 到现在是2021年了 我们到底称香港什么 你不是写说 自由的台湾称香港的自由吗 你看看这个 这个可能大家 那时候比较 在反送中的时候 有一个抗议的女生 她的眼睛被打伤了 那当时又说 那个黑警啊 香港的警察打她 打她眼睛这个受伤 说她失明了 结果你看 跑到台湾来 奇怪 你到台湾来 我怎么都不知道 然后呢眼睛有没有问题 没事 你本来不是这样吗 你没事 你跑来台湾干嘛呢 我们台湾到底收的 香港多少勇武派 包括跟王定宇 开记者会的那个 然后有五个是偷渡来的 偷渡喔 从香港偷渡到台湾呢 现在人在美国 奇怪了 你偷渡不用被关 然后还可以跑去美国 谁给他特色 谁给他方便门的 你看这个是 这是谁 54088 所以上面有写市政府提供吗 没有 这个是幕僚拍的 幕僚拍的 你看 这个是在他补选前 补选前 陈其迈 花钱登广告 KH称HK 这民进党的人 很喜欢拍这种照片 哇 我在这个车上 然后看这个苹果日报 台湾的苹果日报 已经停了 已经美了 那我请问到底 高雄称在香港什么 不要打高空 不要讲废话 你说嘛 我们自由的台湾 撑香港的自由 我不晓得蔡总统 你消费香港这么多次 包括零九万 林非凡 你们一直喜欢消费香港 那你到底挺了什么 撑了什么 总可以讲吧 因为你撑HK 蔡总统说 我们要挺香港的新闻自由 我也赞成 那台湾的新闻自由呢 我要请问蔡总统 那中天为什么被关呢 对啊 真有个不要脸 奇怪 你挺 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去挺香港的新闻自由 那我们自己的新闻自由 你不挺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中天被关 然后你跟他说 我们香港的新闻自由很重要 你不是很奇怪吗 将来一定会记得嘛 就是说中天新闻台被关的时候 中华民国的总统是谁 你一通电话 你一个命令 可以改变这个事情了 你不做 然后你现在看到 佑正其实香港没有 就是只有香港的苹果日报 不印了 停了 那你写脸书干嘛呢 关你屁事 中天新闻台被关 你有写脸书吗 就他关了 他写脸书 那你又讲了什么呢 我们高雄的议长 徐议长不信 你写了什么 拜登死了一条狗 你去那边悼念 你到底哪里有问题啊 你到底是谁的总统嘛 自己的新闻台 自己的高雄议长 被关台的你不讲话 高雄议长发生不信 你也不讲话 你很在意志村见死的 你很在意拜登的狗死的 我不曉得 你总统是到底是当什么意思 你是做总统做形体健康的吗 你现在跟我讲说 香港的新闻自由很重要 我们称香港 又这我们根本 帮不了香港什么 我们没有飞弹 我们也没有银弹 香港今天走到这一步 我问大家谁是赢家 北京是赢家吗 港府是赢家吗 建制派民主派 台湾到底谁是赢家 你看香港变啊 高兴了吧 你现在欢喜啊 那黎智英的特助 就是把台湾的 《苹果日报》官媒 那个Mark Simon Mark Simon 他做假新闻啊 他就是这样的 或让一万块美金 去做假新闻 去骂拜登 他是挺川普的 他跑去骂拜登 你现在跟我讲说 挺香港的新闻自由 做假新闻的是谁 就是黎智英的特助啊 这还要解释什么吗 然后黎智英当时说 这跟我无关 一万块美金的事情 不用经过我 他就把Mark Simon赶走了 黎智英被抓去关之后 后续香港 跟台湾 《苹果日报》谁在处理 又是Mark Simon在处理啊 你把我们赢了 太狠了 我就觉得 蔡总统 你不要再消费香港了 如同那个香港学生会长 在投票之前讲的 民进党是用香港人的血 骗台湾人的票 这个学生会长一血 马上被1450围剿 然后第二天他出来道歉 对不起我错了 马上网军就逼你道歉 他是被道歉 多可怕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蔡总统里面说 我告诉蔡总统 你这些不好 我相信香港的朋友 看在眼里 到底两年了 他玩你玩两年了 从2019完了 他就足足两年了 他一直跟你讲说 我支持香港 我挺香港 我撑香港 你到底做的什么 派军就过去把香港抢过来 希望香港的朋友想清楚 不要再被蔡总统骗了 好不好 来 这个 谢谢霍伟哥 因为 其实今天看到 这个让我简单 我们做个这个收尾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 我今天看到很多民进党的官员 从上到下包含总统 在发文说 这个香港的这个 苹果日报如何如何 受打压 怎样多心疼 我想请问一下 你是看过几份啊 民进党的官员 你们是看过几份 香港的苹果日报 看过几次香港的苹果日报 不要跟我唬烂啊 你有定是不是 每天从香港送过来 还是你每天都去 香港的苹果日报网站上面 去看香港的苹果日报 有没有 没有嘛 那你在那边跟我说 新闻自由的损失 你是在损失什么意思嘛 那中天被关掉 就不是新闻自由的损失 香港被关了一家报纸 民党群妻 几份好像死老爸一样 你们在关中间的时候 怎么都没有这么想呢 怎么都没有感觉呢 所以我今天其实 就是我甚至有思考过 我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题目 但是我觉得就算了 感谢霍文哥 但我觉得也就到此为止 那我还是要讲一下 我的好朋友 这个凯翔 就是这个不演的新闻台的主理人 他讲了 他里面上写一个 这个文章写得非常好 他说 香港的苹果同业 你们觉得 在那边是被打压 被中共打压吗 那欢迎你们到台湾的苹果日报 来看看 看看台湾的苹果日报 是怎么样靠拢律共的 你可以来看看啊 你觉得你们在那边享有的新闻自由 现在没了 那你来台湾的苹果日报 来 你来看看 现在台湾的苹果日报 是不是真的跟香港的苹果日报 一样在对抗当政者 欢迎你来看看 来试试看 来这边上班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到底有没有真的 我们对抗强权 我以前在香港对抗的是中共 现在台湾我要对抗民进党 没有 现在台湾就是跟绿共抱在一起 你可以来看看嘛 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新闻自由 欢迎到台湾来看看 好 看看台湾的苹果日报 是不是真如你们所想像的 有新闻自由 佑正我补一句 因为这个 我感慨很多 也谢谢佑正让我有时间讲 我刚刚请大家写08 是写到11点 现在才10点多而已 你还想知道一点 好 继续写 不然我没有面子 我讲08这意思就是韩国语 你想想看2019的时候 整个苹果日报 我讲是紙本的 台湾苹果日报 是怎么修理韩国语的 然后当台湾的苹果日报 要关门的时候 媒体报导说 蔡总统去帮他找买家 蔡总统你怎么不帮我找买家呢 你帮一家报纸找买家 你是当台湾的苹果日报找买家 然后你去挨到香港的苹果日报 又正我没办法接受你知道吗 还是他也想跟高端一样炒一下股价 这个我实在是怀疑的 就是说你这个处理是不对的嘛 那你回头说 所以又正我的结论是说 当我现在回头去想说 韩国语为什么一路被苹果日报追打 是每个都往死里打 骂得比自由还凶啊 自由挺民进党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啊 可是苹果捶韩国语是用力的捶 捶成这样子 你现在回头看 你一切都释怀了 你一切都看懂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 原来是这个缘故 大家就别往心里去了 看开一点啊 所以欢迎香港苹果日报的统练 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可能讲得非常好 但是这也是玩笑话啦 开玩笑啦 但你们真的可以看一下台湾 跟你们是同一个母集团的 他们有没有在努力跟你们一样 对抗强权 还是他们是跟强权 拥抱在一起 欢迎欢迎这个欢迎啦 参考比较一下 多多比较一下 来我们进到疫苗那一章 我们今天讲到了年轻人嘛 讲到年轻人 我们就来看看现在台湾的疫苗 为什么年轻人没有疫苗可以打 我刚刚说了 很多医院里面 他是有未成年的实习生 我跟你讲 没有爆发高雄这事 我还真没想到 很多医院很多诊所 很多长照中心里面 他是有未成年的 还在念书的学校的实习生 那我想请问一下 医生打护士打 长照人员打 洗地的阿姨打 倒垃圾的阿伯打 那实习生呢 还是有人在里面实习的喔 还是有 不然高雄那两个怎么回事 他们没有疫苗可以打耶 所以嘛 我跟各位讲 全世界 对不起 能够打在未成年年轻人身上的疫苗 只有一种 目前啦 只有一种 叫BNT啦 叫做BNT啦 郭台铭要买的BNT啦 张忠谋 劉德英要买的BNT啦 全世界只有这个疫苗 可以打在十八岁以下的年轻人身上 其他没有了啦 你说这么重要 当然重要啊 他买不买得到 各位我很悲观 干嘛悲观哪有 你看他们都帮鸿海 还有台积电 都开绿灯啦 一路绿灯开到底啊 各位你确定吗 来 我带你看看今天新的新闻发展 鸿海要买五百万 台积电要买五百万 慈济也要买五百万 根据你的了解 还有媒体报告你的 好像 鸿海拿到政府授权咯 台积电又政府授权咯 这两家应该没问题吧 那至少有一千万嘛 那慈济呢 对不起 慈济目前状况是六二三送件 但能不能拿到授权 还是未知数 OK 那我们就先从这一个 还是未知数的慈济 来说起 他能不能代表台湾 透过跟台积电或鸿海一样的方式 买到BNT呢 来今天指挥中心行政院都有说法 罗秉承 我真的觉得 要不要戴个隐形眼镜 因为我真的觉得 一个 我没有别的意思 因为我爸妈 爸爸也是要戴老花眼镜 可是 一个行政院发言人 然后每次要念东西 就要戴个老花眼镜 然后这样 我真的是觉得辛苦辛苦了 来 我没有歧视的意思 我爸妈 爸爸也要戴 保安没有近视 他也要戴 我觉得老人家戴 那个 这个 这个老花眼镜 其实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可是这发言人就 好不好 你也没有看到白宫发言人 站那边 他戴个老花眼镜这样念 华春莹也没有 赵立坚也没有 美工白宫发言人 也没有 这台湾的行政院发言人 每次要念东西 都戴个老花眼镜 但是 辛苦了 经过评估 台积电与鸿海案 较有可行性与机会 且专案进行中 慈禁没有办法并案啦 主因是因为专案条件 跟其他案件 不完全一致 其实我听不懂 既然进行中 为什么不能并案 如果你告诉我 已经进行完了 付钱了 或在路上了 无法并案 那我可以理解啊 加一嘛 加一加一抱对 我加一 为什么不行呢 你把慈禁当成一个企业 为什么不行 我不懂耶 这一点我真的是不懂 为什么不行 陈时中说 如果太多企业来申请采购 恐怕造成困扰 有没有 昨天我们夹过了 然后自由时报 很明白的告诉你了 慈禁送件 这五百万的BNT 食药署说 没有原厂授权书 原厂授权书 就是慈禁要去要 或是政府要给 政府只要不给不同意 对不起 你就啥都没有 换句话说 你会认为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 鸿海买得到 台积电买得到 蔡总统都 对不对 开绿灯都见完了 可以了 慈禁可能会被 行政院跟陈时中 挡下来 好 我带你看一个最新的进展 你真的确定台积电鸿海 一定买得到吗 今天罗秉承 有被问到 关于台积电 跟鸿海的事情 来听听他的说法 我跟各位说 不要说我过度解读 这叫做 语代玄机 来 罗秉承怎么说 他说 台积电 跟永林基金会 就是鸿海的专案 是在紧急需求下 加上所提出的方案 和条件 经过评估 是比较有可行性 与机会的 然后最后这一句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机会 什么意思啊 经过评估 比较有可行性 比较有机会 也就是说 只是有机会 我可没保证 一定会成啊 不是这个意思吗 来 今天 这个 张中文的夫人 张楚文女士也被问到 台积电 引进BNT的最新进度 夫人说 我也很关心 可是我不知道 如果进度是进展顺利的 我不认为夫人会不知道 也许夫人可能会有耳闻 那我想夫人说的话 这么保守 配上罗秉承说 只是有机会哦 但不要想太多 不要抱太多期望哦 我对于民进党 蔡英文的开绿灯 抱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我再说一次 今天高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凸显的就是 台湾没有疫苗 可以让未成年的朋友是打 在座 不是在座 在电脑前面 手机前面很多绝对是爸爸跟妈妈 你都不会担心你的小孩吗 你的爸妈打了 那你的小孩怎么办 现在唯一一种疫苗进台湾 让年轻人可以获得保护力 可是民进党看起来 不论台积电 鸿海甚至慈忌 他们都想打 都没有真心希望 台湾能够买到BNT 你的小孩 就可能一直暴露在 没有疫苗保护的风险之中 你能把我的老板留下 他怎么没看出来 为了一些小孩 没有原因 没有事情 你怎么能听